著名經濟學家程曉農近日接受《大紀元專訪》表示 中共近期頻頻對澳洲釋放威脅信號 目的是要壓迫澳洲放棄國防 因為澳洲附近海域是中共核潛艇計劃中的重要行道之一 中共最近一連串對外政策採具有威脅性、霸權勝執的強硬姿態 最新示例就是與澳洲的貿易摩擦 而且兩國貿易摩擦背後潛在中共重要的政治、軍事目的 中共外宣媒體《多維新聞》12月3日報導 談到中澳衝突不是經濟原因而是出於政治目的 一方面歸咎自2017年澳洲興起的《中國滲透論》的討論 外在因素則是來自於特朗普上任後 中美關係趨於冷淡 澳洲選擇與美國在經濟 政治乃至軍事上的交流都遠比中澳艱更深 程曉農表示 中共將澳洲作為重要的打擊目標 想用經濟制裁的方法 令澳洲在經濟上猛獸中大損失 真正的目的是要阻止澳洲強化國防 同時 《多維新聞》也說到 這是要被中共在外交上立威 警告其他國家 若與美國合作 就將在經濟上遭受重擊 近日中共除了與澳洲發生磨擦 中共海外警衛隊船艦和馬來西亞海軍 在馬國附近海域也發生對詞 程曉農分析 中共以霸權姿態 壓迫澳洲馬來西亞的真正原因 是為了在軍事上 對美國實行核威脅進行曝露 這是中共海軍十幾年來 一直在佈局的一盤大棋 中共一直以來 處心積慮想用軍事威脅 逼迫美國做出讓步 不過它航空母艦的戰力 與美國差距太遠了 程曉農說 核威脅成為中共的重要手段 它用核潛艇上圍帶著的遠程的洲際導彈 作為威脅美國的工具和手段 程曉農觀察 今年9月10月 中美兩國海軍在台灣西南海域 逆直三亞潛艇基地往東海域 進行一個多月的較量 美軍的目的是 觀察中共核潛艇的航行樣態 及如何防範 程曉農說 這次較量令中共發現 雖然核潛艇從台灣西南海域進入巴斯海峽 進入到太平洋的距離雖短 但是現在看來 美國釘上這個地方了 至於另外兩條水路 無論經過巴布亞島北面或南面 最後都會進入到澳洲的國防海域 在發現中共有如此強烈威脅性的舉動後 澳洲政府今年7月1日宣布 發展10年國防計劃 投入278億澳元增加國防能力 打擊武器 同時特別增加對海底水下監測裝置的使用 程曉農說 這件事令中共非常怒火 因為如果澳洲發展國防的計劃逐步實施 就會造成中共直南海深海堡壘計劃 對美國構成軍事壓力的企圖破產 程曉農說 這也是中共不斷叫囂 澳洲不過是個中等國家 撤斷澳洲對中國出口作為要脅 在經濟上施以打擊 逼它屈服的主要原因 但是澳洲已經做好捍衛國家利益的準備 而美國亦及時採取行動 根據美國海軍研究所 在12月2日報導 美國海軍部長肯尼斯·布雷斯韋特表示 有鑑於中共軍方迅速發展海上實力 在有爭議性的水域造島與興建軍事基地 美國海軍不能僅依靠第七艦隊來覆蓋印太地區 宣布鎮設第一艦隊 布雷韋斯特強調 這個艦隊預計部署在印度洋、太平洋交匯處 我們必須尋求印度、新加坡等盟國合作 並將一支偏制龐大的艦隊放在那裡 程曉農補充 美國海軍第一艦隊負責防衛的海域 從印尼到澳洲海域 即所謂印度洋和太平洋交界處 也就是中共核潛艇從它的海南深海堡裏往南走 航行所經過的水域 通關注注印度 經濺泥山